而在圣诞节的今天 见了国小校长 第八年装扮成圣诞老公公 一大早与管乐团一起在门口 迎接小朋友上学 让不少孩子好开心 上学居然看到圣诞老公公 在校门口发糖果 这是真的吗 圣诞老公公在门口发糖果 而且还有好多位 早起上学的孩子好开心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感觉很好啊 因为零很多糖果 有可以吃的糖果 今天圣诞节我觉得很好玩 而陪伴孩子上学的 还有这一群管乐团的小朋友 当场演奏轻松愉快的耶诞歌曲 搭配安乐乐林学习中心的奶奶 在后面伴舞指挥 一整个画面就是温馨热闹 我们每年举办这个圣诞表演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让小朋友都能够上台 演奏跟指挥 还有在一起的阿公阿嬷也可以上台指挥 他们都非常的高兴 圣诞节快乐 而最特别的是管乐团的孩子 几乎每个人都上台体验当指挥 有人一大早六点多就来等待 大家都好兴奋带来温馨的耶诞歌曲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在这里演奏给大家听 然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今天圣诞节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可以演奏给大家听 迈入第八年 见得国小校长风雨无阻 每年12月25号扮演圣诞老公公 带领着管乐团一早在乡门口迎接孩子 让大小朋友感受到温馨的耶诞气息 记住蔡小军采访报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